2020年2月18日 星期二 Yachik信息 1.热爱修道灵力 灵力是一种精神力 游走于天地环宇之间 是自然无形之力 灵力也是一种便利 但这不是物理的电 而是来自普拉纳能量较高的层级 普拉纳共有276种 在那个普拉纳层级 有取之不竭的电力能源 电拥有形成 转换和毁灭物质的能力 这个电力和身体内部的精神体紧密连接 人身可以使用的精神力只有少量 不足以转化成型 使用精神力大部分都要依赖自然无形之力 让身体成为一个媒介 借由吸收凝结 再释放才能使用精神力 这就需要身体首先能和自然相互贯通 要和自然融为一体 才能真正体验精神力 后天的精神力可以培养 比如气功 健身 体育 训练意志之类 先天的精神力不可培养 只能靠领会才能契入 因势力导 顺势而为 不可有执念 不可强加个人意志 不可逆行而为 方才是自然的精神力 使用个人意志 一是力量不够 二是会造成能量反噬 三是如果违背天意 则带来重业 所以精神力的使用和心性也有关系 心性纯净就能使用 心性不纯而勿用会招来业 心性广大精神力也越强大 在一个人还没有领悟宇宙大道之前 任何没有指导的自我灵力追求 都可能是误入歧途和危险的 精神力不仅仅是一种普拉纳能量 同时也连接宇宙心 神力作为普拉纳能量 不同的灵气结合会带来不同的精神力 所以没有人拥有完全相同的灵力体验 物质的媒介同样带有一些灵气的成分 比如道场 圣人墓地 器具 精咒 药草等 以此为基础 发展出了 密法能力 因为天地有阴阳之气 人心有善恶的能量属性 在自然万物中也有对应 所以由此产生白魔法和黑魔法之分 要掌握所有的灵气实则是一门精神的灵气科学 地球上很少有人能去研究这门科学 尽管从整个宇宙的灵性景观而言 这些科学也还只是它的一小部分 地球作为一个宇宙级别的灵性进化中心 灵性法则严格 二元对立剧烈 所以在地球上大部分人的修行目标 都是以脱离痛苦和烦恼的业为首要 灵性极高的修道者不必使用灵力 使用宇宙心就可以影响一个人普通修道者的内心 从而控制他去使用灵力的想法 更高的是神力 但是拥有神力的至高者通常不使用神力 如果使用也是用来唤醒人心 控制力是修行获得信心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 如果我们没有控制身体和心灵的能力 如何能够叫做有灵性呢 在一个人唤醒灵能或灵力的最初 不仅身体需要改换状态 心轮也要完全打开 如果心轮有自我限制 堵塞和恐惧 它就无法向外开放吸收更多的精神力 那样的话 即使修炼灵力也会很慢 很弱 如果强行修炼则容易反噬 从最基本的精神控制力而言 一个修道者 首先要培养的是平定一切身心烦恼的能力 和不受外在环境影响的能力 好比我们人性当中都有冬天愿冷 夏天愿热 雨天愿雨 环境差跃环境的自然倾向 但是通过正确的认识和灵性训练 我们就能够超越这些表面的影响 完全适应成长的道路 这是我们内在有精神控制力的缘故 而控制力是日复一日地坚持 养成习惯 不断挑战自我极限才能收获的灵性能量 是自然到来的礼物 一旦拥有控制力 就可以拥有一个更健康有活力的身体 让身体更有承载灵气的能力 也会更愿意主动去提升自己 扫清一切道路上的障碍 努力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但有警觉性和态定地面对生活 发展全观的能力 有效处理问题的能力 这种深入生活细节 去修行的过程本身就会带来一种成长的莫大乐趣 是智慧结合控制力的结果 要获得更多的精神力 其中之一就是控制身体 感官 情欲的泄漏 减少有漏的生活习惯 不让身心过度劳累 这是积累精神力的需要 同时在心性上误入自然大道 不要向外在投射出我们的种种不满足 也不需要妥协于任何世俗力量 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 平衡和释放不必要的关系和业力 同时有能力活在自己创造的石箱当中 当你的力量扩张到身体之外 你就是一个更大精神的控制者 需要更稳定的心智平衡能力 证悟我们内在的神性 是修行的高级阶段 最终修行是要带我们超越身体和精神极限 达到止息状态 一切新的状态都要止息 这样我们才可以和宇宙融为一体 获得无限极乐的满足 同时从那个宇宙本体里面源源不断产生出精神力 这个本体是真正的灵性宝藏 你需要的一切灵力 智慧和喜乐都可以从那里获得 如果一个人达到道的本体状态 那他使用精神力和他的证悟 是并行不费的 如果没有证悟只有精神力 精神力就可能成为证悟的一种障碍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2020年2月18日 星期二 Yachik信息 二 扬声准备 身心念经的最后阶段 新闻打开后 即进入扬声的最后准备 说打开不足以形象表达他的感受 其实是被一股能量震开或撕裂开的 这时候就真正的定了 虽然入定有很多种 但是这是真正的定 心脏没有跳动 内外气息停了 气脉全停了 这时候的脑电图和心电图都是一条直线 但是人却没有死 反而感觉更清醒 更豁然开朗 照样和平常一样活动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 心态和行为 气质和以前完全不同 不会乱说话 评判 浮躁 做事 谨小甚为 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很无趣 所以不看 不听 不迷 不愿 和一般人打交道 因为人的气味难闻 毛病也多 或以自己为中心 或活在自己的盒子里面 喜欢享受自己的宁静 这时会自然升起一种悲心 觉得每个人都很可怜 值得同情 所以也不会和人计较 能舍尽量满足别人 哪怕带有无理 自私的行为 这时候 脉轮未开的 在那一瞬间都开了 全身八万四千毛孔全部打开 真火流遍全身 全身酥软如棉 五脏六腑都在翻软 头顶清凉 真气上升到头顶 仿佛笼罩在一片白云当中 两个眼睛的视线开始合拢起来 从额头发散出一圈白光 整个人沐浴在这种光明之中 仿佛自头顶打开了一扇天窗 两眼中间自然有意识地向内凝聚这种光 即回光 这是囧脱根层的开始 如果六根和六尘不断开 人就无法进入到灵性的国度 即绝躁层面 超越感官和心智 并启用心眼 呼吸也一样 呼吸变成向内的 知境不出 但不是呼吸空气 而是真气 舌尖自动砥柱上额 发生逆转的 还有肾水中的圆经 向上流动 圆经大部分来自真火 真火 每天凌晨都会发动 不过在普通人那里都变成爱欲向下走了 心火则往下走 往上走会变成虚火 比如憎恨 焦虑 焦躁 嫉妒 傲慢等等 所以说人破了童子身以后 心肾分离 身体日渐消耗 被各种虚火所支配 需要把它逆转过来 让心中的性光 和肾水中的圆经交合 再上升到头顶 再脑下垂体 催化干露 这个阶段属于炼气化神的阶段 是从有违过渡到无违 在心态上清净无违 虚误住误望 调息绵绵 如同母鸡 孤蛋一样温养内功 身体内自然慢慢发生改变 一百日后 口声干净 气质改变 身体发光 二百日后 渐厌饮食 行走如飞 睡梦减少 三百日可以屁股不惧寒暑 身体干净 无痰 无汗 无涕 病恶净除 眼前的白光越宁越亮 到这个时候 身体和心灵 已经为扬升做好准备了 随时都可能扬升 打开心门 不等于扬升 没有绝对健康的身体 不能扬升 但是打开心门了 过程就加快了 扬升了 才可能实现心和身的分离 光体可以出行 实现更大的自由 呼吸和定力有很大的关系 从内在炼经来说 也是必不可少的工具 呼吸变化经过几个阶段 自然 呼吸阶段 呼吸粗重 急促 断断续续 是身心不够健康平衡的表现 要把它慢慢调匀 调细 然后再放下 内呼吸阶段 鼻息 很微弱 感觉不到 慢慢进入开息境界 绵绵若存 随其自然 进到虚极 还要守住这种状态 慢慢就会接触到 先天一气 玄关打开了 听息阶段 已经可以不呼呼呼吸了 也就是 内在真气足了 但是 还有很细的呼吸 就像 在真空里呼吸 这时候要听 其实是觉知到喜的长短 冷暖 如果觉知不到 说明心 已经不清静了 开始动念了 随习阶段 跟随习的静静出出 不离半步 锻炼真气 心习合一 阶段 心到喜到 习到心到 这时候不会有妄念了 可以不用头脑思考 而用心思考 感官互用 止习阶段 习也停止了 说明真气化为光了 这是凝结真经 心习自在阶段 习可以很长很深 心如同在翱翔浩宇 与虚空合一 进入行神巨妙的境界 心念化物 神通自在 关于梦境里 拥有觉知 首先 要做到心习合一 能够随时控制自己的习 才能在梦里面 自由做主 保持清醒 如果只是偶尔 因为意识精进在梦里 产生觉知 那还不算成就 如果能够做主 说明已经有很深厚的定力了 自然不会有什么噩梦产生 梦也很少 如果能够不做梦 只有光明的境界 那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只有想应尽 行应尽的人 才可以做到 那意味着 已经彻底证悟空性 得到成真了 谢谢收听 感恩祝福 是的 还是有更多多人能做到的 还是有更多人能做到的 最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